在敦曉雅管道 美國豬肉 美國牛肉 到底台灣要買多少 你說台灣在這到底有多少空間 這種初級幹部管的 就是只有買牛肉買豬肉這種 家常小事 你來到重慶坦白 我是歐重慶 我們看到賴清德 現在位置還沒拿到 位置還沒坐上去 甚至那張椅子 根本就還沒開始登上 因為520還沒到 可是他已經被三個女人 給牢牢的攤住了 那可叫三娘教子 我們看到羅森伯德又要來了 他來幹啥呢 大家都很懷疑 他到底是來給賴清德鼓勵的 還是來給賴清德鞭策的 還是來給賴清德戴上 緊箍咒的呢 以我看 戴上緊箍咒跟鞭策 恐怕兩者全都有 如果你以為只有羅森伯格老太太 那你就大說特說了 因為呢 喜歡管著賴清德的人 絕對不是只有羅森伯格 並且羅森伯格平常 人可是在美國 說一句實在話 這個羅森伯格也不就是個 處級幹部 處級幹部 這是什麼檔次 大家很明白 在台灣處級幹部呢 也就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裡面的12支的罢了 管管呢 某一個處裡面的預算 雖然某個處的預算裡面呢 加起來也經常有百來個億的台幣 但是你換算成美金呢 其實也就是区区幾個億的美金 事實上真的沒有太多 而且呢 王王一處裡面呢 他所有預算大概六成以上 已經就是用在發薪水 還有水電費 還有基礎的耗材 跟所有已體的維修上 剩下的只剩三成多了 才是用在直接的項目上 這樣一來 處級幹部能幹些什麼 大家其實基本上就明白了 就是掌管基礎業務的人而已 哎 羅森伯格這位老太太就是幹這個活的 那居然把台灣呢 放在處級幹部下頭 而且呢 他直接管的人呢 要不是呢 就是蔡英文 再不然呢 就是賴清德 你說 把話亮開來看 那情何以堪呢 以前呢 賴清德自己幹立委的時候 或者是 他自己幹 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還不用面對 美國這種小官員 這種處級幹部 這回呢 可就真的 非常令人難堪了 他面對就是如此 不咋地的處級幹部 做一句良心話 這種處級幹部的檔次跟水平啊 或者是讀過的書啊 哎呀 真的是如果在台灣的話呢 那比呢兩百多萬個拿過碩士學位的大致上 都是不如的 甚至比部分呢 他們的台灣的這個工地大學的 優質學生也是不如的啊 沒準啊 你給他來個三位數加三位數的加減成除啊 他就已經呢 當場call to buy more 這就是他們的當勢 可是呢 美國不是只有派這麼一位處級幹部 他來把他給收住 那還另外派了兩個處級幹部 那哪兩個呢 一個是孫小雅 我們知道他是在台灣常住的啦 這孫小雅呢 管道啊 美國豬肉 美國牛肉 到底台灣要買多少 你說台灣在這到底有多少空間啊 這種處級幹部管的 就是這種買牛肉買豬肉這種啊 家常小事 那你說這種管這種毛線般的小事 就是這種當勢的官員 那賴清德就執行這種小事 裡面比自己幹部更小的官 這不就令人覺得非常的難堪了嗎 如果只有這兩個姑娘或老太太呢 那爺就罷了 還不止呢 還來一個45歲的葛萊姨 這葛萊姨呢 學校呢 就是厚布基督大學的碩士 這真的比賴清德還不足啊 賴清德人家好歹還是台大的復健系 而且呢 還是哈佛的公共衛生碩士嘛 所以啊 小明月良心話 這葛萊姨這種呢 也在那兒一子氣死 配合著孫小雅 還有羅森柏 跟三個人呢 搞三娘教旨 我看賴清德在上頭啊 未來他和過去蔡英文啊 管他管了四年給他搞個另類雙規 八成啊 現在啊 情況跑不到哪去 以前是一個老闆娘 現在是上頭製造三個老闆娘的三娘教旨 你覺得他像不像石敬堂呢 我覺得不太像 而且是非常像 看起來他真的怎麼都做不了 他能決定的就是錢什麼時候給 甚至連一個碰子都少不了 感謝你收看 小明星大師 不至於這次